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款佛牌 这两款佛牌呢 一款呢是这样的一个福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福馆 另外一款呢是龙普拓师傅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牌 而且这款的话是一个小金身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根福馆呢 我先给大家看这根福馆的先吧 好吧 这根福馆的师傅呢 是泰北啊 泰北清迈著名的高僧 Kuba City Chai Kuba City Chai 师傅开光起伏加持的啊 那么这根福馆呢是佛利2561年的2561年 然后他用的这个材子呢 里面的话是纯银的福馆啊 我给你们看镜啊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纯银的福馆 然后是很厚的啊 蛮厚的 里面就是卷了很多层很多层的在里面 啊就是很多的经文在里面 看那有里面有很多层这样子 可以这样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呢 他这个呢是有那个绳的啊 手绳这样子绑的 而且他的这个手绳的绑法呢 是那个按照古代型的这样绑绳的这样的一个手 手绳里面的金就是那个福馆 那个针银福馆里面呢 是有刻了金纹金纹在里面的 它是具有一个保护和防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圣物哦 那么他佩戴的话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能够啊 能够帮助所有的问题 能够克服一切的障碍 还能够保护危险 将危险减轻啊 就是很重的危险呢 要把它变得很轻这样子啊 还能够呢补充运气 提高运气 无论在工作或者是财富上呢 对于生意呢 总是会荣华富贵啊 荣华富贵就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福馆 招财保护啊 都是有参在里面的啊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 我也觉得是蛮漂亮的 红色跟黑色这样的一个搭配 里面的话是有卷了几层在里面啊 这样的一个针银服馆啊 可以看一下里面 嗯看到一点点 可以这样的一款这样的服馆 你们会喜欢吗 它的长度的话 给大家量一下吧 因为有时候视频的话 也没有办法看出来 对吧 长度大概是在 看到没有 7.5cm 大概在3寸这样子哦 3寸多一点哦 3寸 3寸多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龙普拓了啊 希望诸位佛友们 在我们的上方上方点点订阅关注好吗 谢谢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好不好 支持支持一下小妹 谢谢你们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款佛牌先 那另外一款佛牌呢 我们是有看到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装的妙盒啊 这样的一个小盒子的啊 小盒子的 那我们打开 看一下里面的龙普拓小金森 它这款龙普拓的话可以看到 它还有抱着的它的那个碗呢 就是 你知道泰国吗 不是很多那个生人他们都有一个碗 就是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去外面啊 去画园嘛 去跟那些人拿食物嘛 就画园的那个碗 很多呢 跟你讲哈 如果是你们能够收藏到师傅的那个碗的话 也是永远吃不完啊 永远吃不完也是非常好的那个招柴呀 可以来看一下这款 那底部你有看到它是有一根浮管直接打进去 在里面的哈 底部有个浮管直接打进去在里面的 那这一款佛牌的呃 加持者呢是龙婆等啊 龙婆等开光起伏加持的 佛利斯2554年 它的材质呢就是圣粉啊 哪百丹 妙名是瓦雷 瓦雷啊 看到没有 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的整个面部啊结构啊都非常的清晰 龙普多 龙普多大家都知道哈 他是可以保平安保意外非常非常好的哦 龙普多师傅呢 在泰国的佛牌历史上呢 也算是一个呃 非常有理想力的一个师傅 他在泰国民间很瘦 呃 很瘦我们这些呃 这些民间的人的喜欢 对于师傅的佛牌呀 很多也是钟爱有加 师傅呢 他一生慈悲 都照的佛牌呢 可以帮助佩戴者躲开灾祸 呃 龙普多呢 也是泰国家喻户晓的泰国国师哦 龙普多师傅诞生于大臣府皇朝时期佛历二一二五年的四月啊 他活了九十九岁哦 龙普多大师傅 相传呢 在泰国当地 泰国人喜欢在脖子上或者车内里面呢悬挂一些佛牌 整个呢 泰国呢 给你们讲啊 整个泰国呢 所有交通意外从来不曾发现有龙普多的佛牌 这句话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想要告诉你们 只要是有佩戴龙普多呢 就是不会发生交通意外 就算是发生你的交通意外 那么他的里面是一定没有带龙普多的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想跟大家讲啊 至少里面呢 他就算是真的不小心发生了什么意外 那么你如果有佩戴龙普多 他也只是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擦伤等等这 就是能够保这个佩戴子哈 能够就是让他平平安安 甚至呢 有些人就说龙普多的佛牌呢 佩戴在车内或者身上 比安全气团更保命哦 所以呢也号称交通安全保命之神龙普多 这个是泰国人认为的哦 不是我在这里胡编乱讲啦 这是在泰国当地收到泰国人的这样的认可 因为他保意外非常好 所以呢 不管是你要作为供奉 或者是有驾车的 真的是共请这样的一尊龙普多 在家里面或者在车上 真的都是可以保意外非常的好啊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意外是哪一天会发生 还是什么时候会来 所以呢他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 谢谢大家支持